金防部列宇守备队战车联8号下午演训时发生一起战车翻覆意外 造成年仅26岁的车长中世林凯强逃生不及殉职 林凯强的双亲9号搭乘军中专机抵达金门见林凯强的最后一面 林凯强的家属也到事故现场进行招魂 林凯强遗体10号早上火化 家人也将骨灰带回家 林凯强的双亲和哥哥还有二伯等家属 9号在金防部指挥官贺政副指挥官张永文 政战主任刘强华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事发地点招魂 林凯强一见到现场的惨况 忍不住情绪崩溃 最后由亲人参扶起身 林凯强仔细听着军方说明当时的事故情况 还有救援过程 频频的事累 在进行招魂仪式时 林凯强的哥哥在法师的指导下进行拔杯 但是第一次的拔杯没有拔出行拔 再拔了第二次才得到允杯 顺利的遭到林凯强的魂魄 根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后 同年的四部战车不敢再移动 而是停放在相距案发现场大约60公尺处的道路上 但因为太醒目 军方又反部将战车给覆盖住 但是太吸睛 至于翻覆的战车太过沉重 小金门现有的吊车是没有办法吊起 军方带检察官完成调查之后 已经在9号傍晚 协调重型机具将战车移走